我叫肖宇,在一家理财公司负责新媒体销售,妻子宋雪净则是在一家连锁超市做文员。 为了让妻子过上更好的日子,我搬后还会找兼职。 但为了这个,我们这个小家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 媳妇把家也照顾得很好,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可我没想到,我以为的贤妻良母背着我在做这种事情。 因为公司业绩很好,我正到了意想不到的提成。 我提前下班,打算告诉妻子这个好消息。 门开了以后,屋里传来了女人那妩媚的声音。 谢谢哥哥的礼物,谢谢柱芝山哥哥的火箭,妹妹给你比心了。 眼前一幕,我震惊了。 宋雪净正坐在电脑前,身上穿着一件都快要完全露出来的吊带背心下面, 陪着一双黑色丝袜,还化着我从未见过的浓妆。 嘴上还在说着那种喋喋的话。 也就是在这一刻,宋雪净也看了我,神色立刻紧张了起来,手赶紧关掉了电脑。 这一刻我脑袋都炸了。 老公,你听我解释,这是一个误会。 误会,我冷眼地看着她。 刚才一幕颠覆了我对宋雪净的一切印象。 自己的女人却风骚给别人看,这跟给自己戴绿帽子有什么区别。 宋雪净解释道,老公,你听我说,你知道的,咱们两个人赚的钱不多。 你那么辛苦地去跑滴滴,我不会别的,琢磨着也要赚些钱补贴家用,这才去直播。 现在直播竞争很大,我也没办法才做这样的直播。 她边说,眼泪边掉了下来。 看着她那梨花带雨的样子,我把她揽入怀里。 但是,心里还在想刚才的事情。 今天的宋雪净让我觉得非常陌生,她可能还有事瞒着我。 也没有告诉她我赚钱的事情。 宋雪净娇羞地抱着我,露出可怜兮兮的神色。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做这种事了。 这件事情之后,我们的生活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正轨。 她呢,对我比之前还要好,就在我的内心要完全原谅她的时候,几条微信让我彻底傻了眼。 那是一天晚上,宋雪净去洗澡的时候,她的手机震动了起来。 我拿起手机,无意中晃了一眼,是备注Subbery姐发来的。 如果是之前,我根本就不会介意什么,可是现在,我没有犹豫。 就把手机拿了过来,密码没有变。 一进到手机,就看到Subbery姐一连发来了好几条的消息。 静,今天直播的数据不错,比咱们之前五个钟赚的还多。 直播间里这些金主出手可阔绰多了,要是有合适的,价钱绝对合适。 你只要听话好好干,钱赚都赚不完。 这Subbery姐的话,就像是个妈妈桑在跟自己手底下的小妹说话。 对这些话,我似乎懂一些,我立刻翻看起了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。 除了很多的转账记录外,还有许多的对话,特别是其中的一句话,深深地刺痛了我。 宋雪静,姐,还是你之前教我的招好使,现在我找了个男人结婚了。 Subbery,妹子,咱们这行的人吃的就是青春饭,最终还得找个老实人嫁了,后面有了好买卖。 我先告诉你,看到这里,我就感觉自己头顶上出现了一片青青草原。 咱们这行,好买卖。 这话恐怕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得出来,这宋雪静之前就是干这种肮脏买卖的,自己就是个老实人结盘。 我钻截了拳头。 真的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 宋雪静这个王八蛋,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 正在这时候,宋雪静从洗手间里开门走了进来。 他妩媚地走到了我的跟前,坐到我腿上,一脸笑意。 老公,今天周五了。 周五是我们两个人越好的暗号,每周五的晚上都要生活。 原本这是我们一周最高兴的一天,可是现在听到这话都恶心。 怕他发现什么端倪,我还是假装没事人一样,一把将他抱了起来,扔到了床上。 平时都会有措施的他,今晚根本就没有提这事。 说想要个孩子,对我已经不重要了,因为我要让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。 这晚我也不再联系他,比之前更用力。 结束的时候,宋雪静一脸的满足。 老公,你太棒了。 我的心里暗道,棒得还在后面呢。 一日一早,我一到公司,就打给了自己的高中同学阿强。 阿强开了一个KTV,在这一行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。 我想让帮我找一下这个所谓的Subbery,从他的嘴里一定能够套出来些什么。 电话很快接通了。 怎么了,萧宇? 阿强? 我想让你帮我查个叫Subbery的人。 Subbery,听到这个名字,他愣了一下,接着说,你找他做什么? 想和他打听电视。 嗯,我给问下,有消息了告诉你。 挂断电话,我知道这是肯定游戏,因为刚才阿强的语气明显是听过这个人。 这边安排好,我又在公司请了假,我要搞清楚,除了我知道的这些,宋雪静到底还有什么秘密。 只是我没想到,这秘密我发现得这么快,而且让我无法接受。 白天,我去电子城购买了一个小型摄像头。 回到家,我就安装在了书房的书架上。 之后,我就等到他快下班的时间,把车停到了一个隐秘车位,看着宋雪静上楼以后,我给他发了微信。 媳妇,我晚上要跑滴滴,吃饭就不要等我了。 发完以后,我就打开了手机上视频软件的APP,跟我预料的一样,没多久,宋雪静就走了进来。 和之前一样,仍旧穿着那露骨的衣服,坐在电脑前直播了起来。 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,他戴了一个黑纱口罩,应该是怕有人认出他来。 各位哥哥久等了,妹妹开播了。 今天只要打赏十个火箭,我还会送出一件特别的礼物哦。 说话的时候,他骚受弄刺的对低电脑,简直骚到家了。 因为摄像头的清晰度,我看不清屏幕上那些粉丝说了什么,但是可以看到一直有人在打赏。 出柜山哥哥来了,哇,谢谢你了,今天送给你的礼物是,说着他把内衣直接解了下来。 这是你的了,为了感谢你一直对妹妹的支持,这周五你要是能来临海,妹妹这晚就属于你了。 我用力钻解了手机,这话就算是个傻子也知道什么意思。 说实话,之前看过聊天记录,我的心里也有所准备,可是亲眼看到,静儿听到这些话从宋雪静的嘴里说出来,我还是无法承受。 我一只接一只的抽烟,真是恨不得现在就上楼给这个婊子两个耳光。 可我也知道,现在还不是时候,打他根本就不是最大的惩罚。 就在这时候,宋雪静下播了。 出柜山哥哥,到了以后给我私聊,我有事就先下播了,说完他关掉了电脑。 没多久,我就看到他下了楼,一辆奥迪车停在了我家楼下,在看到奥迪车的时候。 我愣了下沉,因为这奥迪车的主人不是别人,正是我最好的哥们蒋全智的。 他来找宋雪静做什么? 难道?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,蒋全智这家伙我最了解了,虽然结了婚,可却是个花花肠子,就喜欢搞别人的媳妇,还经常跟我分享那种刺激的经验。 难道这个王八蛋也给我戴了绿帽子? 在我疑惑的目光中,宋雪静上了蒋全智的奥迪车,跟着奥迪车开走了,我赶紧开车跟在了后面。 车直接停在了一个公园的小路上,我怕被他们发现,关了灯停在了拐弯的地方。 跟着奥迪车颤抖了起来。 好,我用力拍打着方向盘。 宋雪静是这样的女人我认了,可是你蒋全智作为我的好哥们,竟然也给我戴上了绿帽子,这种羞辱,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绿王八。 要是之前,我看到这一幕,绝对会开车撞死这对狗男女,可是现在,我只是冷静地看着前面不断颤抖的奥迪车。 这笔账,我会好好算清楚的。 晚上,等到宋雪静回家以后,我过了一会儿才进到家门。 她看到我,关心道,老公,你干到这么晚,吃饭了吗? 要是没吃,我这就去给你做。 我不饿,你晚上吃饱了吧。 说到吃饱的时候,我加重了语气。 她笑着说,嗯,吃饱了。 对了,萧宇,咱们好久没和蒋全智他们一家聚会了,明天晚上,要不大家一起去玩会儿。 好啊,我想都没想,就答应了下来。 宋雪静绝对不会我缘无故地说这种提议的,我倒想看看,这两个人打的什么算盘。 第二天一早,我假装正常上班一样,七点半离开了家,到门口刚吃了早点,阿强就打来了电话。 萧宇,你让我办的事,我联系好了,上午他有时间,电话号码等下我给你发过去。 好的,谢了,哥们。 挂断电话以后,阿强就给我发来了一个电话号码。 等到十点多,我给Suparie打去了电话。 他和我约在了力生酒店见面,跟着我开车,就去找他了。 房门打开的时候,我愣了下。 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截然相反。 医生累次睡衣,精致的五官化着一抹淡妆,成熟的女人味让人有些迷失,看年龄也就是三十出头。 你找我,进来吧。 听着他的话,我才回过神,走进了房间。 我刚坐在床上,他就凑了面前。 右手轻轻放在了我的胸口。 小哥哥,想找个什么样的妹子啊? 我这只要花钱,什么样的都有。 你要是想要我啊,也行。 不过我最需要的不是钱,是这个,说着他的手就要截我的腰带。 挑逗的言语,再加上他那妩媚的神态和玲珑的身材,差点让我把持不住。 我赶紧定了定神,摇头道,我是宋雪静的老公,你和她的聊天记录我都看到了。 我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 听了我的话,斯伯瑞从茶几上拿起了烟点燃吸了一口。 跟着又看向了我,递过来的一支烟,我也没有客气,结果来抽了起来。 说吧,你找我有什么事? 你不用多想,我就是想知道他的过往,说着我从包里拿出了十达现金推了过去。 说实话,原本我计划打探个消息,花个两万块钱就够多了。 可是在看到他的时候,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一个新的计划。 而这个计划需要借助的正是眼前这个女人,钱自然是最好打钱站的东西。 更何况,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 她看着眼前的钱,二话没说就收了起来。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,只是宋雪静那个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。 她之前就是足疗店的技师,而且还是那种只要别人肯出钱,就愿意跟人家出去的那种。 我们这行你也知道,吃的就是青春饭,找个老实人嫁了才是最好的,别的姐妹嫁了也就踏实过日子了。 她啊,嫁给你以后,还想赚钱,起初我给她介绍点客人,后来呢我转型做起了直播,也就带着她一起了,这可比单纯干那是赚钱多多了。 不过话说,在前面,这一切可都是她自己自愿的。 我没有逼她,能赚钱,我自然干。 要是听我的,就趁早和她离婚吧。 她一连说了很多,我的确也没想到,到头来,我竟然是那个接盘的老实人。 当初我真是瞎了眼,以为她是个好女人,为她用尽自己的权力去爱,一起在悬崖边拍照,在海边她害羞地和我接吻。 到头来,这一切都不过是她导演的一场戏,自己只是她瓮中的一只鳖,还是绿毛的。 Sabry接着说,你花这么多钱,知道这么点是太亏了。 我听雪静说,你在那方面还不错。 这样,我陪你两天,这样你也不吃亏。 这种女人,还真是没有廉耻,这种事在她们看来,怕是就跟吃饭喝水没什么区别了。 我不需要你陪,但是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,事成之后,我还会再给你一笔钱。 什么事?我需要你跟我去勾引一个男人。 好,没问题。 Sabry想都没想,就答应了下来。 到时候,我给你打电话。 出了房间以后,我从某音上面撕信了一个百万级网红林海炮哥。 这炮哥是做户外直播的,专门做测试男女朋友是否忠诚节目的。 联系上他以后,林海炮哥当即表示要和我见个面。 我开车找到了他,在听到我说的事情以后,他点了点头, 道,兄弟,这事就包在我身上,我给你测试,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吧。 到时候,你安排一个时间,然后告诉我。 好的,没问题。 事情都布置好了以后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 拿起手机一看,是宋雪静打来的。 喂,老婆,怎么了? 之前不是说过,今天晚上和蒋全智他们聚一聚,今天约好了,咱们先吃饭,然后再去唱歌。 嗯。 我回家接你去吧。 回家以后,我接上小雨,很快就前往了订好的饭店,蒋全智和他的老婆李小娟,还有另外两个女性朋友,已经等在那儿了。 我们几个人关系一直很好,之前也总是在一起玩,只是有了之前的事情,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蒋全智和宋雪静的身上了。 这我才发现,两个人之前说的那种好像是玩笑的话,根本就不是玩笑,而是真的。 小雨,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? 李小娟问道。 还没等我说话,宋雪静笑着说,最近就在要着呢。 到时候要是有了孩子,你们两个,一个就是干爸,一个干妈。 好啊,到时候我要给孩子一个大礼。 酒过三旬,所有人都喝了酒,蒋全智提议道,时间还早,咱们去唱歌吧。 对这个提议,大家都表示了赞成。 到了KTV,蒋全智又点了不少的啤酒,大家都喝醉了,几个女人更是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 我在朦朦胧胧的时候,看到蒋全智在宋雪静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,跟着两人就去了包间的厕所。 等两人锁了门以后,我便悄悄跟了过去。 虽然屋内的音乐嘈杂,可还是能够听到里面传来的对话。 蒋全智,你胆子可够大的了,他们都在外面,你就敢带我来里面。 哈哈,你不也喜欢这种刺激的事情吗? 去,当初要不是你这混蛋威胁我,我能上了你这条贼船,宋雪静虽然这么说,可明显能够听得出是欲拒还迎的感觉。 你这浪蹄子就是好东西了,当初要不是我点过你的钟,你还跟我出去了,我能威胁得了你。 跟着里面就传来两人的喘息声,我攥紧了拳头,感情两个人是这么勾搭在一起的。 可伴随着喘息声说出来的话,简直让我想杀了他们。 到时候,咱们的孩子出生了怎么办啊? 当然,是让萧宇那家伙急养着了,这种感觉你不觉得很爽吗? 哈哈,怪不得宋雪静这个贱人,说起来要孩子的事情,原来是已经怀了野种。 蒋全智这个王八蛋,老子平时哪里的罪过他,他竟然要这么对我,看来之前报复的方式实在是太轻了,我要让他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。 一日,我一早就给蒋全智打去了电话,约他中午一起在外面吃饭。 他欣然答应了,等到中午他来的时候,我带上了sebrary,这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 等到蒋全智来了以后,看到我旁边的女人,眼睛都直了。 肖宇,这位美女士,她是我的同学,这不刚才凑巧碰到,我就让她和咱们一起吃,我答道。 吃饭的时候,蒋全智留下了sebrary的微信,我知道事情成了,跟着我找了个借口,就先离开了,只留下了他们两个人。 凭借sebrary那股劲头,蒋全智这家伙百分之百上钩,我没有耽误时间。 立刻打电话,和李小娟约好见面。 到了咖啡厅,李小娟疑惑地看着我。 有什么事,电话里不能说,还得当面说啊。 我道,我看到蒋全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,什么,李小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 我心里清楚,蒋全智能像现在生活过得这么滋润,靠的就是李小娟,这李小娟家里是搞房地产的,她说白了,就是个吃软饭的家伙。 李小娟这种反应,自然是不相信她会出轨了,毕竟蒋全智在她的面前表现得实在是太好了。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,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 嗯,李小娟将信将疑地跟着我到了丽京酒店,这丽京酒店正是我和Subbury约好的地方。 我假装认识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,过去随便问了几句,便跟李小娟说,他们在808。 接着,我给Subbury发了一条微信号,带着李小娟就上楼了。 到了八楼,我拉住李小娟说,这事是你们的家事,我出面不太好,我就不过去了。 还有这是,你要替我保密,演戏自然要演全套,我还特别嘱咐了一句。 嗯,跟着我就躲到了走廊口,冷静地看着楼道里发生的一起。 一分钟以后,就听到了楼道里传来了Subbury的尖叫。 跟着他跑出了,接着就是蒋全智哀求的声音。 老婆,我是被那个女人勾引了,我知道错了,求求你再给我次机会,我知道自己错了,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 说话的时候,蒋全智一个又一个的耳光抽在自己的脸上,说到最后,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我错了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。 最后,李小娟用手拉住了蒋全智的手。 好了,你不要再打自己了,我告诉你,这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。 要是让我再看到,你就净身出户,从我加滚。 果然,李小娟又给了她一次机会。 不过这也在我的计划之中,要不是蒋全智那三寸不烂之蛇,李小娟当初也不可能被她搞到手。 接下来的好戏,就该宋雪静了。 我给宋雪静说好,晚上带她出去玩,让她,在我下班的时间,在大院门口等我。 跟着我,又和林海炮哥联系了一下,她带着摄影团队找到了我。 哥们,哪个位置? 在历景豪亭小区门口,这是照片,跟着我把宋雪静的照片拿给了她。 好,我在这里陪你看视频,剩下的交给我们演员就行。 嗯,跟着她拿出手机。 我们两个人开始了直播。 一个开着豪车的帅小伙出现在了屏幕上,他开着跑车,到了大院门口,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,把车停在了宋雪静的面前,跟着降下了车窗。 美女,干嘛呢? 我在等人,怎么了? 帅小伙道,我刚来这个地方,不太熟悉,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个地方吃饭啊? 视频里,宋雪静犹豫了一下,道,好吧。 说吧,说吧,她给我打来了电话,说自己临时有点事情,就和之前林海炮哥做的节目里面那些拜金女一模一样。 林海炮哥,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? 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哥们,先别着急,现在上了车也不一定会怎么样。 嗯,其实我的内心根本就没有一似的波澜,我巴不得宋雪静这个女人做得更绝一点,到时候自己报复的效果会更好。 视频里,宋雪静上车以后就坐在了副驾驶,眼神时不时看向开车的帅哥。 帅哥,帅哥,你是做什么的啊? 我啊,家里开了一个小公司,我就是跟着老爹跑跑业务。 这句话,把富二代的身份表达了出来,接下来,帅哥看着宋雪静道,美女。 咱们挺有演员的,这样吧,我给你十万块钱,赔我两天。 说着,帅哥打开手扣,从里面拿出了装满现金的袋子,放在了宋雪静的面前。 宋雪静看着钱,愣了一下,强装着镇定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?我可不是那种女人。 不好意思,是我唐突了。 林海炮哥看到这儿,道,哥们,你这媳妇还可以啊,十万块钱都打动不了。 我并没有说话,宋雪静这种什么钱都赚的女人,十万块钱怎么可能轻易放弃? 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,视频那边的宋雪静把外套脱了下来。 帅哥,你这车里怎么这么热啊? 外套一脱,她的里面只穿着一个性感的吊带,特别是那雪白的皮肤,对男人的杀伤力更是拉满了。 说着,宋雪静整个人还故意往帅哥的方向凑了凑。 帅哥,你这么帅,应该有女朋友了吧? 还没有,谁能看得上我啊? 宋雪静接着说,这话说的,你看我怎么样啊? 林海炮哥被这打脸的场面弄得也有些尴尬。 哥们,没想到你这女朋友还是个高级海王,不光是想要钱,连人也想要啊。 我故意装着愤怒地看着视频。 他们在哪儿?我现在就要去找她。 哥们,咱们这话先说清楚了,我这视频拍完了,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,现在你可别激动,林海炮哥急忙说道。 好,我答应你,其实我压根就没打算找宋雪静,主要是这视频林海炮哥往出发,要是自己表现得太镇定,那就显得太假了。 后面的事情你就别管了,演员会把它送回去,视频等下,我传给你,祝你好运,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。 第一步完成,接下来自然就是第二步。 我在宋雪静直播的那个软件上,注册了一个账号,很快就找到宋雪静,并且关注了她。 果然在晚上的时候,宋雪静开始了直播。 各位小哥哥,我来了。 我二话没说,就打赏了五个火箭,果然宋雪静兴奋了起来。 谢谢这位鹅,是扫臂哥哥的打赏。 我差点笑出来,这昵称专门就是为宋雪静量身定做的,这家火竟然没有看出来。 那些嗲嗲的话,我根本就没听,只是又充值了五万块钱。 两千块钱一个的嘉年华,我一口气打赏了二十个。 宋雪静一下站起身来,各种感谢的话说了一大堆。 鹅氏扫臂,大哥,我给你发了私信了,你通过一下好友。 我点开直播软件的聊天,果然有他添加好友的信息,我通过以后,宋雪静就发来了几条信息。 哥哥,我的微信号发给你了,可以加我有惊喜哦。 跟着他就发来了自己的微信号。 这个微信号,果然就是他的微信号,只不过并不是平时用的那个,这个贱人果然还有其他号。 我也重新注册了一个微信号,加上了他。 一加上以后,宋雪静发来了几张生活美照,不过都戴着口罩,虽然也能依稀辨别出来。 可用来报复,冲击力还是有点小。 不过我现在有钱,这算不上什么。 我直接发了一个两千的转账,然后发了一条信息。 妹子,露脸发几个视频,要是让哥哥我满意的话,钱都是小意思。 宋雪静立刻就收下了红包,可是好一会儿,宋那边没阴了,我的心里也有些奇怪。 难道他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么强? 不过,明显我是想多了。 滴滴,一连两个视频发来过来,这次宋雪静露脸了,一个是穿着那种比基尼,另外一个更是夸张到了极点。 都说着异常挑逗的话。 俄氏扫币,哥哥,来找我吧,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哦。 我直接就笑了,是有惊喜,不过是我给你的。 有了这两个视频,现在对付宋雪静的东西已经够了。 两天以后,我一进到家,就看到宋雪静准备了一桌子菜。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? 宋雪静笑着说,老公,今天对咱们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,说着从包包里拿出了一张检查单。 我拿起来一看,是B超检查单,显示宋雪静已经怀孕了。 我心里暗道,该来的终于来了。 我扬装开心道,这太好了,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,这样吧,咱们明天去你家,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妈,还有家里人,大家一起庆祝一下。 我的父母一来是在乡下,二来呢,我可不想让他们看到那难堪的一幕。 好啊,我想了下说,家里的话,做饭也麻烦,我订个酒店,到时候咱们去酒店吃饭。 好的,老公,第二天,我提前去了订好的酒店,把那两段视频,还有之前行车记录仪拍摄的他和蒋全智车阵的视频,以及上次网红给拍的测试视频,都烤进了U盘。 插到了电视上,接着我就站在门口,迎接着家里人的到来。 等到人都到得差不多以后,我安排完上菜,就起身道,今天请大家来,就是告诉大家宋雪静怀孕了。 大家听了我的话,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,无一例外,都很高兴,特别是宋雪静的爸妈。 我也很高兴,因为马上就要播放精彩的一幕了。 我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,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,那一道又一道亮瞎眼的视频出现在了屏幕上。 众人先是疑惑,跟着震惊和诧异。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宋雪静的身上。 宋雪静此刻彻底的梦了,急忙想要去关电视,电视还没关,众人的手机微信也响了起来。 家族群里也是我发的视频。 宋雪静的爸妈看着视频中自己女儿的样子,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。 其他亲戚更是指指点点。 我大声道,爸妈,不是我对不起宋雪静,你们看看她都做了什么。 就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是别人的。 宋雪静上来一把拉住我。 肖宇,你胡说什么? 胡说。 您在KTV厕所里说的话,难道都忘了,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出了包间,恐怕她这辈子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了。 宋雪静急忙追了出来。 肖宇,肖宇,我知道错了,你也知道我是爱你的,求你原谅我吧。 你做什么梦呢? 我甩开她就离开了,不是为了打她的脸,而是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场重要的戏。 我打电话给Sabury,她告诉过我,蒋全智这家伙最近还在跟她联系,能赚钱她自然不会放过。 你们现在在一起吗? 嗯。 等下要是有情况了,立即告诉我。 好的。 挂断电话,也就是半个小时,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,说是蒋全智接了一个电话后,匆匆就离开了,最后把蒋全智开房的酒店告诉了我。 我去了酒店,在房间门口就听到宋雪静的哭声。 全智,我现在只有你了。 怎么办? 我该怎么办啊? 我立刻给李小娟打去了电话,告诉她蒋全智跟宋雪静出轨了,而且宋雪静还怀了蒋全智的孩子,跟着我还把B超检查单发到了她的微信上。 这正是我计划的最后一部分,上次能糊弄过去,这次我看你怎么糊弄。 没多长时间,李小娟就气势汹汹地来了,而且还带了几个大汉,看样子都不是善茶。 到了酒店,一开门,李小娟冲进去一把就把宋雪静打倒在了地上。 你个贱人,敢勾引我老公,我弄死你。 蒋全智赶紧搂住李小娟,想要解释,可跟着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耳光。 你踏马的,装什么好人呢? 你跟我说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老婆,老婆,都是宋雪静这个贱人勾引的我。 我? 宋雪静听了蒋全智的话,大声道,踏马的是你威胁的我,现在把屎盆子都扣在我头上是吧。 宋雪静这话一说出来,李小娟让两个大汉上去就收拾了起来。 而我呢,目的达到,下楼离开了。 后面的事情,就跟我预料的一样,蒋全智静身出户,而宋雪静呢? 因为被打,流产了,跟着静身出户,再加上林海炮哥的视频,在林海都快成网红了。 这辈子,恐怕也难再找个老实人了,彻底沦落到了风尘之中。 后来我通过Satbury找到了在酒吧里画着农装的宋雪静。 当着她的面,我给了Satbury两万块钱小费。 宋雪静,咱们离婚前,在公司我就已经赚了两千来万,本来这个消息应该立刻告诉你,没想到出了那么多事。 不过不要紧,现在告诉你,这个消息也不晚。 看着宋雪静那好像吃了屎的表情,我开心地笑了。